我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刚开始觉得她性格特别好 在一起挺舒服的 但是时间一长 就会发现她真的是特别敏感 平时有什么事做得不好 她就开始小题大做 总会拿很小的事情找茬 弄一些根本就没有必要的不愉快 她总说我敏感 明明就是她变了 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疼我 爱我 我觉得现在在她心里 朋友同学都比我重要 我在她身边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觉得自己对她已经挺好了 一天到晚就怀疑 我是不是已经不爱她了 经常这样我真的特别头疼 我之所以会换头换尸 都是因为我太爱她了 可她为什么不能理解我 好而珍惜我呢 现在毕业在即 我们很可能会面临异地 如果她还这样继续下去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走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王 二十二岁来自河南学生 女嘉宾小何 二十三岁来自陕西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对 你是觉得她心思难猜对吧 对 你是觉得她变心了 对 没那么好了 她没以前那么爱我了 你是怎么判断她爱你 还是不爱你的呢 就是感觉没以前 对我那么上心了 变了 她变了 这一年多肯定会变 问题是怎么变的呀 好多细节 就是就那些事情 就是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也比较浪漫嘛 然后就是同学一次团建 然后叫她过去唱歌 然后就看到了 这小伙子长得还不错 然后唱歌声音也好听 就第一次主动加上她的微信 然后后来就聊天嘛 然后就顺理成章的 然后就在一起了 好 她怎么让你不可理解啊 就刚开始在一块的时候 其实事情也没有那么多 然后也都挺甜蜜的 觉得小打小闹的 可以理解嘛 但时间稍微长一点 就觉得她不是偶尔这样子 经常拿一些 根本就算不上事的事情 开始闹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算哄了 那她也不听 经常这样 那谁受得了嘛 对吧 比如说为什么事哄 哄不好呢 就有一次我们逛街呢 她突然说 那以后我先毕业 因为她要比我先早一年工作嘛 对 我是学姐 到时候我先走了 你是学姐啊 对 她说等我先走了 如果在外边遇到 合适的男生了 或者是你在学校里面 有其他的女生了 反正咱们都不想异地呗 要不就到时候分开 各个各的 她就直接这么说 然后后来说 其实是试探你 你说哪有这样子试探呢 对吧 不是 我只想知道 她说完之后 你是什么反应 我就懵了呀 你说 我这边好心好意的 她默认了 她那个态度就是 那就是应该这个样子 因为我说这个是有原因 就是因为我前任 和她前任 都是因为异地分的手 然后我不是马上 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了吗 然后她现在这个样子 就让我觉得 好无所谓呀 让我很不舒服 到那天再说呗 干嘛试这个呢 那女生嘛 那都想看了男朋友 到底爱不爱自己 那我就想让她 时常表现得特别特别爱我 但是她没有这样的 就让我非常地不开心 好 还干嘛 还有一次 你说平时老说我 怎么不关心啊 其实经常她回不来了 都是我去接她 跑好多次 然后每次跑过去也不讨好 我就想着一块接回来呗 对吧 然后结果去那里的时候 你不是接我吗 你是接你室友 顺道来接我 我就是一块接嘛 我室友的先上车 我室友上车之后 他再上车 一看车里面俩人 就想着不是去接他的 其实是接我室友 顺道接他了 就因为这样子就开始吵了 你要跟你室友去吃饭 咱俩当然两三天没见面了 主持人你说他这行为过分吗 把我一接跟他室友去吃饭 跟我室友吃饭是提前说好的 然后当时我就客气一下嘛 我说那咱俩去吃饭去 然后我室友就知道啥意思 说不用不用你们去吃吧 就这样子客气一下嘛 他就觉得我要跟他去吃饭 那最后跟谁吃饭呢 最后跟他吃饭呀 这没毛病呀 姑娘 那他这行为就是不对呀 你说你过来 女孩子就是想让你恋爱中 那种被呵护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这个 其实最重要生气的就是他 分不清主刺这块 我就肯定是最重要的嘛 那肯定得都 不是跟你去吃了吗 那当然要跟他室友去吃饭 你去了吗 那肯定得跟我去呀 不是都跟你去了吗 不仅这一次 我接他好几次 每次都不讨好 还有一次就是他去逛商场 然后让我去接他 那次说的是在哪条路 哪个商场 然后跑过去一看 没找着人 然后仔细一看 那条街上有两个 叫一样名字的商场 我说就跑错了 然后就绕了半天再回去 就心情特别不好 心特别不好 脸色不好 然后他就因为我脸色不好 他说我甩脸色给他看了 就又开始吵了一步 本来是开心的事情 然后你那个脸色那么差 那谁能 谁能开心 而且我等你也不是这一回两回了 你那次让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你自己还记得吗 将近一个小时 我就在风里面在那儿冻着 什么情况 就是他有一次开会 他本来说就是不去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小长假 就好几次他都见不到面了 然后有人给他打电话 他最后就去了 去了之后他说 他进去一会儿就出来 他那一伙租让我等了四十多分钟 然后他那微信还不回 然后我就气得走了 本来会都没打算开的 快放假了 想着陪会他嘛 然后那边催着让过去 然后就说你先稍微等我一会儿 结果等得比较久了 我出来他就直接走了 那我一看你走了 也就想着直接去买水果啥的 到楼下去道歉嘛 结果我到人家楼下 打电话十几个也不接 好像就让你在楼下也发站 我也站了十几分钟 好不容易下来了 就说东西给你说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的 他就说谢谢啊 那我跟你说啥 东西一拿就上楼了这样子 辛苦了 辛苦你了 那我那会儿能有好心情吗 后来你也没哄我呀 转身就走了 那背影潇洒得很 你们俩这个恋爱谈得 还挺有意思的 斗志气谈啊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人说都这样 咱就分手 有人提分手吗 还是就这么闹吗 就是舍不得 他以前对我还是挺好 他以前给我做了一个那个 就是那种用糖做的那个花 今天也带过来了 来来 我们看看 来 拿到我这儿吧 对啊 不是 打开 对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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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对着对拿着爱的 你说你平时这么哄哄我 我不就不生气了吗 对吧 你非要这个样子 你没看他那眼泪都快下来了吗 然后他还特别不爱聊天 然后他就是那话特别少 快毕业了我就要走了 然后又要异地了 好家伙天也不聊了 那面也不见了 那不就各各各的呗 那还干啥呀 对 就是分手嘛 那不行 那我追的他 我喜欢我自己都追 就是还是您追的人家是吧 所以那肯定不能轻易提分手呀 那你就留在学校接着陪他读书嘛 不行 我要去看更广阔的舞台 我要去看外面更广阔的舞台 对呀 所以你就放过他吧 这个小舞台你还要着他干嘛呀 那不行 我舍不得呀 今天谁要来的呀 我 来干嘛呀 他也有点想来 他觉得我天生可事可多 事可多 对呀 受不了 你说这小皮套戴着是吧 然后呢 包上那个挂 不是 小皮套什么意思呀 小皮套就是说有人了呗 小皮套戴着 然后 这现在都带暗语了是吧 然后书包上那个挂着他 我们俩的照片 你说到网上就各种标也都打满了 什么情侣空间呢 什么火花都有了 那还怎么样嘛 对不对 那我也没要求什么 我也不同意什么 我就想让你对我好一点 对我多关心一点 对你来说很难嘛 还有几个月毕业 我明年六月份 快了 快了 快走了 对 快熬出头了 快该送走了 你们俩接下来干嘛 我就是觉得他不爱我了 就是他变了 就跟那考完试 他就不复习了一样 得到了就不好是去维护了 就是这一套你也明白是吧 对 我问问他 所以就很生气 累吗 谈恋爱谈的 其实抛开这些也挺好的 就是这些太累了 也有美好的瞬间 那当然了 我问你那问题啊 就是他异地以后 你还有一年毕业 你们这一年异地 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觉得最好还是在一块 如果实在有异地的话 我也可以接受 怎么能在一块呢 你不是还没毕业吗 对啊 那在一个城市 不就也不会很开吗 就不让他去看那个更广阔的舞台 是那意思吧 如果要去的话我也可以接受 等我毕业了再去找他 也可以的 那你接受 你们俩分手吗 不接受 你接受吗 不接受 所以来这儿是想找办法的是吧 对啊 保卫一下我们的爱情 行吧 老师们你们帮着保卫保卫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要泼点冷水啊 我个人经历过异地恋 非常美好的爱情 但是完全经不住异地 你们现在还不是异地 还在同一所学校 同一个城市当中 已经有了 可能这种爱情当中的 无数的这种小麻烦 当然在我们看来 这些小麻烦都不足为奇 既是生活的调味品 也是爱情的必需品 但是什么都敌不过距离 如果真的有一天 到明年的六月份 你们分在两地之后 我相信这一切 此刻的这种娇称 怨怪到那个时间 都完全不算什么了 你们可以在这样的时间里 时空里争吵 然后和好 但是在两个地方 一切都变得非常难了 我觉得异地最大的考验 是这种时空的距离 让你们之间的交流 变得不会那么畅通 尽管你会有很坚定的信念 你觉得什么都充档不了 你们之间炙热的这种爱的火焰 可是现实就会让你们 慢慢地冷却下来 它就像四季在交替一样 你会不知不觉地感受到 爱情慢慢地褪色 你们的温度慢慢地降下来 然后可能你们还没有说分手 彼此之间就已经离得很远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女生 我特想问一下你的这个家庭 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 家里爸爸妈妈的婚姻和感情好吗 爸爸妈妈感情特别好 因为被我爸妈秀的 就是他们俩太好了 所以你会对男朋友有无尽的要求 是吧 你说他俩都那个年纪了 那两个人还老秀我 所以你其实在你的感受当中 你也希望你的爱情 是可以拿出来秀给所有人看的 对啊 对啊 所以宝贝如果是异地的话 我觉得你非但没有秀的可能 你连你们之间的这种交流都没有了 拿什么去秀呢 校园爱情最大的现实 就是你们必须要面对 有朝一日 走出校园之后的所有现实 如果女生这么渴望 爱情是拿来展示的 既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幸福 同时在你心里有足够的安全感 如果你将来真的打算 到另外一个城市远走高飞 去看更大的世界 我希望你还是考虑清楚 我不是很看好异地恋 谢谢 她是典型的恋爱脑 满脑子都是谈恋爱的标准 谈恋爱的事情 谈恋爱的价值观 所有的都是细节 满满都是这个东西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她第一个叫过度幸福 就是一点小小的细节 比如说自己一个发圈 套那个男生手腕上 她又特别幸福 是吧 你看她马上笑了 这叫过度幸福 就一个发圈嘛 你有什么可幸福的 是吧 还有一个叫过度敏感 就是她一个眼神 可能往别的人身上一瞟 她又不行了 她觉得你不爱我了 前一分钟还是爱得死去 活来后一分钟就是不爱我了 都是过度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过度的幸福 过度的敏感呢 其实它是有原理的 因为谈恋爱的过程中 它会分泌多巴胺 你一直沉浸在恋爱当中 过多的多巴胺会让你进入一种 比较警觉和过度感知的一个状况 在这个状况之中 就会出现刚才的那个问题 就是满脑子都是她 满脑子的故事 她的一个眼神 你就是一个故事 她一个眼神就是你一个故事 但是姑娘我跟你说 这不是一个正常态的一个状态 对于爱的感觉和对于爱的需求 是不能过度的 很多年轻人尤其学生 很容易陷入这种过度的 对爱的所求当中 这是不对的 你过度让自己兴奋了 透支了将来的生活 透支了你们将来的浪漫 你们所有的可能这一生的浪漫 都在短短的半年时间之内 一下子宣泄一空 那么将来怎么办 所以度不能过 我不是说你们现在就要想到 未来的生活到底有多少 但是你们要节制 要爱的有理有节有分寸 这样的话才可以爱的更长一点 现在你一下子挥霍完了 你们的爱很快很快就会结束 可能一个异地恋 可能一个父母反对 马上就持续不下去了 因为你们挥霍一空了 所以有节制地去爱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二位好 我觉得爱这个姑娘真的挺累的 我听下来我就觉得特别累 就你要求太多了 然后你就是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爱情当中的法官 审判官 我天天拽着我这个犯人 我要找 找所有的证据 就是你不爱我的证据 你每天就想着 他今天做这件事不爱我了 明天做那件事不爱我了 就一直在找这样的证据 那你到头来证明的是为了什么呢 就为了证明 有一天他原来真的不爱我了 所以你这无疑就是把他往外推嘛 你天天强迫试着给他洗脑 说你看你这样做就不爱我了 你那样做就不爱我了 他听多了他就觉得 那我可能真的不爱你了 所以我觉得这最笨最愚蠢的办法 而且你要的就是那种浪漫 但你明明自己也知道 这种浪漫它不是持久的 其实一开始有那个激情在 它那个浪漫是会存在 但是时间长了 就像他送你这棵花 你把外面这棵纸包了 它明明就是糖 所以我觉得很多虚的东西 你要的那些东西 表面的 肤浅的 这个一定不会长久的 所以我觉得你在要求他的时候 你也要想同样一件事情 就我做得怎么样 你刚才用了一句什么词 说他在击溃你们的这段感情 是不是 你不觉得你也在击溃吗 所以不要当爱情当中的法官 好不好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莎大老师 所有人都讨不过定律 而爱情当中的定律就是 男人随着时间热情会消减 女人的热情会越来越高涨 第二 随着接触时间的越来越长 其实爱已经融入了生活 以前爱你的形式是做那个礼物 以后慢慢爱你的形式 也许就是给你做顿饭 给你洗一件衣服 有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爱 不是因为它没有付出 而是你感受爱和体会爱的能力 比较差 早上太阳在东方 中午太阳在南方 晚上太阳在西方 你老盯着东方看 还以为是在热恋的时候的样子 你怎么可能感受得到爱呢 就像他紧赶慢赶 开完会之后就找你 你就多等那么一会儿 你就不耐烦了 你就要走 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请问是他不关心你吗 是你因为你没有感受爱的能力 真正爱你的人 不是懂你所有的言外之意 而是心疼你每一次的欲言又止 第三 一是诱惑太多 二是彼此对距离没有自信 第三是距离一旦分开 你们俩聊的事情 只能是以前的事情 分开一个礼拜 说的就是一个礼拜以前的事情 分开一个月 说的就是一个月以前的事情 分开一年 大概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所以异地恋我是截然反对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其实就是思考一个问题 在你们这个年龄的生活当中 爱情这件事占多大 你们自己想清楚 在大学里面 除了爱情之外 我们还应该有点什么 当你把你的所有经历变成爱情的时候 我相信这段爱情一定不会长久 你们自己考虑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就像老师说的 其实生活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让我们去做 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面对和抵抗 就没有必要把心思全部放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 在内部把它给消耗掉 我也知道就是我确实是有的时候 但是就是那个情绪上来了 有的时候自己也控制不住 然后我是真的很想跟你好好过下去 但是你有的时候那些态度 那些做那些事情就真的让我特别地难受 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难道就这些事情又没办法我去教你 跟你说你要对我怎么样好吗 再加上这个意地我真的就觉得特别渺茫 事还没发生呢干嘛想啊 先把这半年的恋爱谈好再说嘛 学好再说嘛 实习单位找好再说嘛 谢谢两位啊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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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